指派在這邊,我們就先來看幾種不同的體驗方式 那老師你會發現我在簡報裡面是不是都有一個連結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連結打開 你打開就會看到我跟他的對話的過程 有沒有,載入成功了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這裡 你看我們以高中生的角度 他可以協助他做哪些事情 解決地理問題,提供地理知識、地理研究 好,考試準備 對不對,上面這就是你的問題,下面這就是他的回答 好,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他 缺德GPT 每次你用一樣的問題問他,請問回答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應該說不會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每個字生成的機率不同 好,生成的機率不同 所以如果老師你想要編輯這個題目,你就在這邊 按一下這個編輯 按一下編輯 好,我換一個 剛剛是地理科 我們來看國文科 因為國文最近也很紅嘛 一直被攻擊 你看 你改了 有沒有 他就重新生成了 所以如果說 老師以後你想要 給同學出題 可不可以用這樣 先給他一個 示範給他看 他用這個去改 是不是可以 以前我們的出題都很磁板 就是我一定要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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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 可是你可以讓他有修改的機會 好,你看 像這樣 有沒有就生成了 那生成好之後 如果老師這個內容你想要用 你不需要那麼辛苦按著這樣這樣這樣過來喔 你看他右手邊有沒有就一個複製了 可以直接複製就好 好,那這個過程我剛好看到一件事情 欸 他好像停止呼吸了 你有沒有發現他沒講完 那這種狀況在Chall GT也都會有 就是 如果他網路太忙的時候 就怎麼樣 會 沒有繼續 所以你就跟他講 請繼續 下去 好 他就會 根據上面的這個 再繼續把他回答下去 這樣有沒有 好,所以 這個是我們 有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當 其實 你用Chall GT的時候 也都一樣 那就是 記得 又來了 是不是又斷掉了 所以表示現在流量很大 OK 這個是最基本的問答 你可以像這樣 那 你看簡報19月 簡報19月就比較生活化一點 泡麵大家都有經驗嘛 對不對 嘿 吃泡麵 你吃過哪幾種 除了直接泡以外有沒有 你看 你看 他說泡麵煎蛋糕 泡麵披薩 泡麵春捲 對不對 他還很認真的告訴你要怎麼做喔 但是 能不能真的做就要靠你人的判斷嘛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在問他 請給我幾種 他下面又會不一樣 我如果請他幫我選 五種 那我們來看看 他到底會給我哪五種 好 炒蛋煎餅 又來了 真的今天 這個對啊 今天流量很大 再來 底下是設下的三個 好 這樣大概老是知道意思了 所以你看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做簡單的問答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好 好 那當然 像以我來講 我常常寫部落格文章 我有時候也會有江南財經的時候 想不出來嘛 那比如說像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想要用Kanba 來做網站 以往我們可能在課程裡面 或者跟同學介紹這種網站設計的工具 是不是 很麻煩 要學網頁語法 現在Kanba也可以做 那 我在寫這篇文章 我就請Kanba 請AI 幫我 深層一下 你看喔 在這邊 我請他幫我列出什麼 大綱 列出大綱 他很快就幫我整理出來了 有沒有 你要寫 用Kanba製作網站 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列出來 所以其實 為什麼講說同學會用 因為他們只要寫報告 他有可能就會像這樣去列出來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不在於他深層 而在於什麼 你會不會問問題 會問題 會問的話 得到的結果就會 比較好 不會問的 像搜尋請這樣找一個關鍵字 或者你直接生成什麼文章 這樣對同學一點幫助都沒有 然後再來你看 我會請他幫我列出幾個 有沒有 標題 對不對 那我們 從他列出標題 他也許給我們是60分 或者是70分 甚至80分 那我再從裡面挑一個來改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這樣總比我們從零開始往上 是不是快一點 好這些都是一個參考來源 就好像我們在做腦力激盪一樣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就會發現 AI 他給你的 有沒有可能 都是正確的資料 沒有 像我就很清楚知道 Kanba 要做網站 他是沒有辦法直接匯出這些原始檔 可是他跟我講有 所以如果照著這個寫是不是就完了 所以說其實 我們現在用AI很重要的 還是跟108科剛的素養有關係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對這個 領域 你是有一些認識 有一些了解 你如果能夠用 這個領域的專有名詞來問他 你會發現他回答會相對更專業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發現 深層圖片的時候 很多東西說 我要一個帥哥 我要一個美女 請問帥哥跟美女 這種是不是很通販的 定義 因為每個人的 見解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不要 比如說我要身高多少 我的外觀 是什麼樣子的 你描述的越真實 然後 這個 越專業 比如說你要有這個 鳳眼 有沒有 這樣鳳眼就很明確的特徵嘛 那他就會更能夠聲稱你要的圖片出來 所以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要讓同學 像我們現在網路 的資訊一樣 我們是不是要做什麼 真假的辨識 AI給你的也是一樣 不見得都是真的 所以我們更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同學如果都用AI問 很多都是錯誤的訊息 但是錯誤訊息一進到他腦子裡面之後 糟糕 錯的就變成是對的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再來 我們來看看 21頁 像這種 來我把它打開 我們來解釋量子力學 這個好像就蠻難的 對不對 因為這種 很專有名詞的東西 所以你看 你說 用這種 單純的問他 他也很認真的回答你 有沒有 微觀例子 然後呢 講了很多的專有名詞 有沒有 玻璃惡相性 不確定原理 量子糾纏 這個大家就聽不下去了 所以你可以告訴他 可以用 三到六年級可以理解的方式來幫我解釋嗎 所以你想看看我們在教學現場 如果有同學說 老師你講什麼我聽不懂 你如果能夠敗出一種 就很厲害了嘛 但是我們現在透過AI 你看 他 因為是三到六年級 所以 很小的例子 他就沒有講那種專有名詞有沒有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當然也是有幫助 可是呢 還是容易讓小朋友睡著 所以 我們就用他 你可不可以用鬼滅之刃的角色和劇情 來說明什麼叫量子力學 所以老師有沒有看過 很多那個 像我就買那個 就是科學實驗網 科普漫畫 科普漫畫裡面的知識量 其實老實講是不多 但是他用比較生動活潑的方式 是不是吸引同學去認識 那這裡也是一樣啊 你看 他說在鬼滅之刃的世界裡面 每個鬼都有自己獨特的能力 然後呢 像這樣存在 某些場景也涉及到量子力學不確定性 他戰鬥中 鬼滅隊的 他不知道鬼的位置和速度 所以可以確定他真的有看過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很快就生成了 那如果你希望 他再舉例更多一點 你還可以指定啊 對不對 你看他告訴你 有一個 貪之老漢柱 言之武 有沒有連這些專有名詞都出來了 那這個 就可以引起什麼 有看過這部影片 這部卡通的共鳴 對吧 這樣他有興趣的 再來看這些 是比較聽得下去了 因為你用的是他的語言跟他解釋的 這樣老師了解囉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 學會 跟他講的 問問題 就是這樣子 那老師如果覺得 我這個 想要把它保留下來怎麼辦 請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分享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Trade Everywhere 他的資料是不是留在 這台電腦上 你看左手邊有沒有這些對話都留著 可是當我電腦 關掉 他還是留在這裡 除非我們這邊有還原 他不會帶到別的台 那如果你按下這裡的時候 他會問 這個資料 我們要上傳到社會上 如果你確定 他就會把它傳上去 有沒有傳證明解 所以老師就知道我簡報上面的內容怎麼過來 因為其實我們在用AI的這個對話的過程 一定要把它保留下來 為什麼 因為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要跟你講解 我不可能每次都問他一樣問題 然後他就會回答我一樣的 所以我就是要把這個過程保留下來 你才會知道當初那個情境 這樣OK 好 那你看我們有了這個體驗之後 老師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牛頓的三大定律 一樣 像這種 比較生硬的主題 我通常都會 嘗試看看 你看他直接解釋對不對 那我們就 剛剛用 日本的嘛 我們可不可以用西遊記的劇情 來解釋 也可以啊 有沒有 所以 老師有想過一件事情嗎 以前我們在出 那個比如說 期中考或期末考的題目的時候 你有沒有 很傷腦筋 有對不對 因為出 一樣的 會被罵 出不一樣的 又要很 燒腦 現在有了AI之後 AI什麼最厲害 他的創作性最厲害 他最會 把你 看來看去 所以 你看 他就用個 這樣的故事 來講解 是不是也很好 所以老師要初期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是都要那種 就是情境題嗎 我先有一個情境再出考題 你可以用這個 那你也可以指定 哪一場 因為像這些西遊記啦 或是著名的這些 漫畫什麼 你都不用告訴他完整的劇情 因為他都看過 因為網路上資料他都有嘛 這些都不是新的 所以呢 我們 只要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讓他 生成出來 老師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還是會有簡體式 你有沒有注意到的 有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 雖然我們有告訴他 盡量用 反體中文回答 可是他還是有機會 出現一些簡體式的 這個 好 那你看看完這個 再來 SDGs 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 這個是不是也是常常在 學校裡面會提到的 好 那你看喔 如果 我們這個 在23頁 簡報23頁 你看他把他打開 好這個看起來好像真的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不見了 我回去再確認一下 那這裡就是說 我簡單跟老師說明一下 就是說 你可以讓他 因為如果我們要演這種 所謂的短劇 可不可以用CHETG 幫我們生成劇本 可以嘛 但是他生成 一定說 比如說這是 你看像我裡面 我可能就是 那個什麼 同學A 同學B 然後老師 類似像這樣 他會生成 可是呢 我們希望他怎麼樣 能夠 用 同學們比較有感的 像去年不是我灌籃高手的電影就出來了 我就搭配這樣的 方式 我們就告訴他 你幫我把對話裡面的誰改成誰 有沒有 而且要怎麼樣 用他們的口氣喔 比如說 我們那個櫻木花道 他常常有什麼那個口頭禪 你用這種方式 你就會發現說 他就會馬上幫你把這個劇本 改成用這種 口吻的方式 直接就寫出來了 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是我們自己來改 有沒有要想很久 對不對 可是AI在做這種東西 就真的很快 像我們下面這裡有 你看 我有去找 他的口頭禪 在這邊 好 你看 比加比加 有沒有 你看像這個 櫻木花道常常說 我是天才 對不對 然後劉川峰常常罵他 他嘛 類似像這樣子 是 然後安息教練常常說 什麼什麼什麼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就告訴他 這是你的口頭禪 那麻煩你幫我用這樣的 講話的方式 把它改變一下 他的語調 所以我們的劇本 出來了 不見了 看一下 有有有有 出來 終於 你看 他本來的劇本 是這樣子 有沒有 角色A 角色B 有沒有 像這樣 這種 但是呢 我請他 幫我改成 像這樣子的口氣 所以我們看看喔 一樣 場景還是在學校餐廳 櫻木花道說 登登登 有沒有 改變了 劉川峰 安息教練 有沒有整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所以 這個就很好玩 好所以 我們透過這樣子讓老師稍微體驗一下 有沒有比較感受到 就是 你看我們 在AI這一塊 你看你可以單純的問他 可是我是不會透過跟他不斷的對話 去做修正 好那最重要的有幾個 第一個 除了單純問他的話 你可以指定什麼 你要的格式 比如說我要三種 對不對 要幾種 這是一個 再來 我們可以怎麼樣 配合 角色扮演 事實上角色扮演是 使用AI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比如說你告訴他 你現在是一個 某某科的老師 或是你現在是什麼什麼樣的學生 什麼樣的背景 你跟他講 那他就會模擬 那個角色的情境 來 跟你做對打 好那這個就是 我們後面這幾個 讓大家去 看的一個很重要的 是不是用角色模擬的 對不對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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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